小熊 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啊 真是女大十八遍 颜哥 那个照片你看了吧 看了 那你觉得 你觉得 你觉得 好看吗 这裙子还挺好看的吧 不好看 特别不适合你 好看 怎么这么不开心啊 昨天不是刚拍了美照吗 不好看 不好看 照片不好看 裙子也不好看 人也不好看 反正就是不好看 谁那么没眼光啊 走吧 别那么不开心了 学长带你玩点好玩的 走了 去哪儿 好 厉害了呀 看不出来嘛 都是运动嘛 没那么难 比上啊 行 来 说了请吃饭 打钩 去哪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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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今天连台球 都要跟我作对啊 是你太着急了 来 我说 神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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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厉害 晶晶怎么好点 有 谢谢啊 她说 你为什么喜欢颜柯那个柠檬啊 这么苦又涩的 也没为什么关系 喜欢就喜欢呢 可是被她这么嫌弃你还喜欢 不过 既然这么不开心 那你要不要换个人去吧 换个人 换谁啊 换我 对 对 特尔子 你慢慢考虑 我还不错 那是什么贵的好 传说 西班牙还是杀鸣 但教育的杀鸣 都要离开外海 真的很快思绪 到晚了 因为人家杀鸣有天理 没人 还要好到一起 不愧地挪一天理 杀鸣于自然而两块 开始加速 这就是所谓的 中午笑 就像这台球一样 当白球的手 打出第一击手 抗争的局势 就开始更加好多 每一个人 都不知不觉地被驱赶着 朝着自己的月亮 更加速的路 还能够到最后 是担心的 是十分之一 很快小